今天带来经典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那是1941年春末的一天 男主雷纳多只有13岁 他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 雷纳多有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他来到海岸边加入男孩们的群体 在这里雷纳多第一次见到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女人 马莲娜 马莲娜走出家门 男孩们立刻紧张不安地坐成衣排 马莲娜穿着时髦的短裙和丝袜 飘逸的绣发散发出迷人的气质 雷纳多跟着其他男孩穿梭在小镇的各个角落 只为等待马莲娜的经过 在他们心中 马莲娜就是美的大言词 而马莲娜的丈夫早已被派去战场 雷纳多自见过马莲娜后 他的脑海中总是萦绕着马莲娜那迷人的身影 青春期懵懂的少年 谁还没点心事呢 到了深夜 心事慢伤心头 雷纳多躁动不安 辗转难眠 马莲娜是所有男孩幻想的对象 但雷纳多却对马莲娜多了一份爱意 尽管雷纳多还不明白什么是爱 骑着自行车穿过辉煌朴素的街道 雷纳多来到马莲娜家门前 他静静地坐在那 眼前的那栋房子里 有他的梦中情人 雷纳多多想和他有接触 突然门开了 马莲娜已靠在门口 海风拂起他粉红色的衣襟 那样子美极了 马莲娜让雷纳多帮他买烟 却将硬币掉在地上 雷纳多蹲下去捡 却看见马莲娜白袭的大腿 雷纳多回过神来 马莲娜家的大门紧闭 原来刚才是他的幻想 在西西里 只有大人才能穿长裤 雷纳多偷了父亲的一条长裤 拿去裁缝店 改成了适合自己的长度 父亲知道后 报答了雷纳多一顿 晚上雷纳多翻窗溜出房间 来到马莲娜家 翻过矮小的护栏 在爬上茂盛的大树 只为一堵心上人的风采 而透过墙上的孔洞 雷纳多看到 马莲娜穿着丝绸睡裙 躺在沙发上 或许 她是在思念战场上的丈夫 雷纳多开始窥探 马莲娜的生活 有时 马莲娜会在庭院里看信 那应该是她丈夫寄来的 她躺在椅子上 把心捂在胸口 有时 马莲娜会抱着丈夫的画框 伴随着音乐 独自在房间里跳舞 雷纳多买了和马莲娜 同样的蝶片 在那一个个夜晚 雷纳多听着和马莲娜 同样的歌曲 幻想着马莲娜迷人的身影 开始锻炼麒麟 雷纳多无法鼓起勇气 向马莲娜告白 只好把心里话 写成一封又一封的信 然后又扔进海中 骑车追赶马莲娜的足迹 仍是少年们每天的功课 这段记忆 犹如阳光洒脱 斑驳却有美好 当马莲娜走过广场 瞬间就成了最矚目的焦点 所有男人都在凝视她 而与此同时 马莲娜的美貌 也引起了其他妇女的嫉妒 他们说 马莲娜肯定和别的男人有染 少年的世界总会很美好 现实却是残酷的 在战乱的年代 总会有悲剧发生 马莲娜的丈夫去世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小镇 这本是件悲惨的事 但男人们却很开心 马莲娜成为遗孀 他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地 追求马莲娜了 镇上特地为尼诺 举办了盛大的哀悼会 伤心欲绝的马莲娜 没有出息 人群里 人们流传 马莲娜已经开始勾搭男人 雷纳多逃离了人群 来到马莲娜家 而马莲娜躺在床上哭泣 雷纳多鼓起勇气 亲吻了马莲娜 雷纳多向她保证 她会一直配在马莲娜身边 马莲娜抱着了雷纳多 这是雷纳多 第一次和马莲娜相拥 而这也是幻想 关于马莲娜的留言 继续在人们口中传播 雷纳多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着马莲娜 雷纳多会报复那些 受马莲娜坏话的女人 每到周日 雷纳多都会到教堂 为马莲娜祈祷 丈夫的去世让马莲娜愁容满面 终日闷闷不乐 望着马莲娜在院子里 凉杀的内衣 雷纳多控制不住自己 她翻进院子 摘下马莲娜的内衣 晚上 雷纳多锻炼麒麟时 多了一件马莲娜的内衣 不幸的是 早上父亲叫雷纳多起床 却发现她脸上 盖着一件内衣 气愤的父亲 狠狠地揍了雷纳多一顿 并把她锁在房间里 内衣也被母亲烧掉 见不到马莲娜 雷纳多生无可恋 开始绝食 医生来检查后说 雷纳多需要透透气 雷纳多终于能够外出 她急不可待地 骑车去马莲娜家 然而 今时不同往日 雷纳多发现 马莲娜家外面的街道上 多出了很多男人 有人骑着摩托车 有人开着小汽车 更多的男人 只是站在马莲娜家门外 跟他们比起来 雷纳多不过是个 骑自行车的小男孩 一天 马莲娜的父亲 突然收到一封信 信上的内容说 马莲娜把镇上的男人 睡了个遍 父亲伤心不已 选择轻易相信 而雷纳多 还是一如既往地 窥探马莲娜 但马莲娜房间里 有了其他男人的身影 马莲娜和尚未 在房间里约会 尚未和马莲娜告别后 撞见了同样 来找马莲娜的牙医 两人扭打在一起 下一秒 牙医的老婆 带着警官来到现场桌监 而这件事 迅速在镇上传开 街上都在讨论 马莲娜有两个情夫 马莲娜在去父亲家时 被父亲拘植猛外 牙医的老婆一怒之下 把牙医告上法庭 马莲娜不得不公开出庭 这件事 对马莲娜的名誉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件事 马莲娜不得不敲注于律师 可马莲娜一无所有 处了无尽的痛苦 作为回报 马莲娜不得不开始 和律师约会 而律师趁人之危 强暴了马莲娜 这一刻 雷纳托心中的理想破灭了 她不慎从树上掉了下来 摔伤了胳膊 雷纳托一蹶一拐地 走到教堂 愤怒地打断了圣母的手臂 则怪她没有保护好马莲娜 但随着战事的加紧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 食物成为了最重要的物品 马莲娜没有工作 生活更加困难 市场上卖菜的妇女 也不卖食物给马莲娜 男人们怕老婆 也不敢顾她 只有律师给她带来食物 有传言 马莲娜将要嫁给律师 雷纳托很迷惑 她不明白 年轻美丽的马莲娜 怎能忍受又老又丑的律师 而律师母亲 反对她和马莲娜的婚事 不久 天空出现了大批的轰炸机 人们惊慌失措地逃跑 偏远的西西里岛 也开始被战争波及 镜上一些房屋被插成废墟 马莲娜的父亲不幸去世 雷纳托站在一旁 第一次感受到 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可怕 出席葬礼的人很多 但他们 只是为了亲吻马莲娜的脸颊 有人甚至直接表示 我是为了你才来这儿 雷纳托当然也排在队列之中 却被后面的大人无情地推开 至始至终 马莲娜没有说一句话 丈夫和父亲的相继去世 再加上周围人的冷言冷语 那是一种怎样的打击 马莲娜决定剪掉自己的长发 变成一头红色的短发 为了食物 为了生存 她出卖自己的肉体 雷纳托看到这一切 流下了眼泪 风轻万轴的马莲娜 走在街上 所有男人都来给她点烟 女人们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厌恶 雷纳托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幻想 在雷纳托的幻想里 自己总是能够英雄救美 但现实中 雷纳托却无法保护马莲娜 不久之后 马莲娜为了生存 做起了德国人的生意 盟军解放了西西里 而战争也结束了 就在热天 马莲娜被镇上的妇女们拖出公寓 她们拔下马莲娜的衣服 在搭街上 当众殴打她 丧失理智的妇女 用这种方式 发起使她们的愤怒和嫉妒 那些平日里贪图马莲娜美色的男人 却在一旁无动于衷 没人阻止 马莲娜决定离开 离开这个伤心地 她戴着头巾 不想被人认出 上了火车 悄然离去 这个地方 只会给她带来伤痛 火车冒起白烟 在悠扬的气体声中 渐渐在雷纳托的视线中消失 此后青年 少年心事 又将负与谁说 战争带来悲剧 但悲剧的 不止是马莲娜一个人 一辆汽车缓缓停靠在小镇上 车上吓了一位英俊的男子 她是马莲娜的丈夫 尼诺 尼诺的出现 让大家议论纷纷 她断了一只胳膊 被俘虏到印度 但是没有身亡 尼诺回到家 却发现这里 已经成了难民营 妻子马莲娜也不在家中 最终 雷纳都写信告诉她 马莲娜去了墨西哥 尼诺随即出发 去寻找马莲娜 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是几个月 也许是几年 小镇上还是那些人 大家礼貌地打招呼 日子仿佛从未改变 雷纳都换上了大人的打扮 身旁站着女朋友 几天 马莲娜挽着丈夫尼诺的手臂 尼诺找到了马莲娜 并带她回到了这里 所有人都注视着他们 女朋友问雷纳多 你们为什么都看那个女人 雷纳多说 没什么 可心里藏着一只 那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女人 马莲娜的眼角多了些皱纹 容貌和身材也不比以前 她来市场买菜 女人却尊称她为斯科迪亚夫人 她也微笑着回礼 往事虽不堪回首 但生活还要继续 只是马莲娜心灵的创伤 永远都无法弥补 时间飞逝 在以后的岁月里 雷纳多也爱过了很多女人 但唯一不会忘记的 是马莲娜 也许每个男孩心中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马莲娜 她不会老去 永远是那年轻 美丽的样子